說到印度就不能不提起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一的太基 馬哈林 因為他不光是雄偉而已 他也代表了沙甲和皇帝 跟已故愛妻的絕美愛情故事 不過最近印度有一名商人 他為了寵愛妻子 就砸了新台幣七百四十萬元 花費了三年的時間 為愛妻打造出一座復刻版的太基 馬哈林 現在已經完工了 從外觀上面來看起來 山寨版除了比正常版 來得小一點之外呢 幾乎看不出什麼差別 一起來看 白色大理石 宏偉建築 這可不是名列世界文化遺產的 印度太基馬哈林 而是他的復刻版 而他和正版唯一的相同之處 就是兩者都是愛的紀念 五十二歲的喬克希愛妻心切 狠砸重金兩千萬印度魯幣 約金台幣七百三十八萬 總共花費了三年的時間 完美復刻印度太基馬哈林 雖然他的大小只有正版的三分之一 但只要打開門走進去內部的裝潢 更是金碧輝煌 從天花板 樓梯 客廳 都是金光閃閃的 歷史古蹟固然美麗 但或許山寨版 所帶來的家庭溫暖 卻是正版無法媲美的 好市新聞翁佳佳林玉山編譯